接下來我們跟老師介紹一下滑鼠 滑鼠這個部分 那滑鼠感覺起來好像大家都會用對不對 我先問一下大家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您的首頁是設哪裡 Google 有沒有設Yahoo的 糟糕了,你看Yahoo會不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今天我們 這個廣告真的有點大 我們今天來這邊好了 反正這個焦點是可以 這樣進來 你如果是要把這個文字選起來 請問平常老師都怎麼做 這樣 你們怎麼都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欸,老師這很難你知道嗎 什麼叫很難 因為你看著他眼睛要先對到 第二個,手要告訴他 要按著他拉動 這是很複雜的動作耶 手眼睛叫很難 對啊,可是我平常都是這樣耶 欸,你不覺得我看著你嗎 我有沒有選起來 我看著你喔 我沒有看著他喔 有沒有選起來 你不要這樣子 我這邊,這裡有沒有 我先把我的叫給你拿掉 你比較不會受干擾 我先結束他 你看我用這個 這裡是不是一二三,是不是三行 你該不會想要這樣吧 一二三 你有看到我一二三了嗎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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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你幾行 一二三 你怎麼可以不會呢 這跟有沒有吃蘋果 沒有關係,有沒有開窗戶沒關係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除了作為系統以外 最常用的是哪一個 叫做瀏覽器 老師有沒有發現 除了你要 就是要做一些文件以外 基本上你最常用的看資訊 是不是都在用瀏覽器 對啊,所以你的很多資料 不是都來自這邊嗎 那你要call一二三就好啦 為什麼不能一二三 其實這個工具大家也會 因為你office裡面就有這個功能 你們這樣握的時候 左邊不是一二三嗎 也有一樣的功能啦 一二是什麼 點兩下 點兩下是一個詞 如果他認得的話 點兩下就是一個詞 點三下 一二三 那如果你要比較多的怎麼辦 比如說我們要科技業的好了 好 如果今天我要比較多的 比較多的段落 我看一下 好 我要剛剛一二三 是不是這樣一段 如果我要連這一段都要怎麼辦 你總不會要一二三四五六吧 哈哈哈哈 不是 再換一個 不要control 沒有錯 你看 我先一二三 這樣是一段 可是我再多按一個按鍵 有沒有選起來 甚至我到這邊也沒關係 好 不過這裡有草連鏡 到這裡 我多按shift shift不是加選嗎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 那我上次差一點被考倒 就是這裡 請問 如果他本身是超連結 怎麼做一二三 不用一二三 一下就出去了 怎麼辦 你就來旁邊 前面這裡 你看喔 我現在離開他 有沒有離開 沒有變那個熟了 一二三 好 你了解了嗎 嗯 在前面有沒有 一二三 一二三 欸 沒有 在這裡一二三 哇 這個不行 好 但是他的首頁應該可以 這裡 一二三 這邊一二三 唉呀 這裡真的不行 哈哈 但是大部分的應該OK啦 好 所以 這個是您在使用滑鼠的時候 其實可以試看看的 兩下就是一個詞 三下 知道為什麼嗎 三下一個段落 三下就是一個段落 標題也是一樣 就是一段的話就OK 一段就OK 這樣應該OK了對不對